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开沉默了很久才慢慢说 因为我想证明一件事 什么事呢 我想知道韩正究竟是不是写在他剑下 唉 你如果也写在他手下 就算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呢 叶开也忍不住叹口气他说 我的确低估了他 他的武功比你想象中还要高吗 叶开掩掩头 现在你知道韩正不是死去剑下了吗 他如果真是杀了韩正 就一定也杀我的 他如果真是杀你 你怎么算 你自己也说过 我身上带的不止一把刀 所以我也说过 幸好他并不是真的想杀你 对你来说 那并不好 啊 有什么不好 韩正既不是他杀的 就一定是你杀的 你杀了韩正 再嫁和给他 目的就是想要我跟他拼命 上官小仙看着他 双眼带着一种 哪个都说不出的表情 过了很久很久才慢慢说 你真的认为 一定是我杀了韩正吗 除了你 我想不出第二个 你不信吗 哎呀 我就知道你不会相信的 现在无论我说什么 你都不会相信的 叶开武出声 上官小仙有患 但是假如我能够证明我没有杀他 你又怎样啊 你能够证明 怎样证明啊 我当然有法子啦 哼 我知道你有法子 你甚至有法子可以证明韩正是我杀的 我有证据的 我也知道你有证据啊 你随时都可以制造出几百个证据来 我只有一个证据 我拿出这个证据来 你如果还不相信我 我就情愿被你杀了我 帮韩正报仇是呢 上官小仙说得很肯定 很有把握 叶开几乎被他打动了 但是立刻又警告自己 你绝对不能够相信 无论你拿出什么证据 我都绝对不会相信的 你如果万一相信了呢 你如果真的能够使我相信你没有杀韩正 我走 哦? 你又怎样啊? 哎呀 你知道我绝对不会对你怎样的 我既不想杀你 亦不想伤你的心 我只不过要你答应我一件事而已 什么事呢? 一件既不会伤害到人家 也不会伤害到你自己的事 好 我答应你 叶开绝对不相信上官小仙能够拿出那种证据来 世上几乎已经没有任何事 任何的人能够令他相信上官小仙的说话 但是他 어제 thought错了 世上有一个人可以证明上官小仙并没有杀韩正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就是韩正自己 韩正没有起义 他畅竟然有蹋起华来在叶开面前 上官小仙碍得走 他就从前面走出来 手儿还绑着一坑走 任任嘴笑着走到叶开面前说 走,我总算已经帮你找到了 如果还不够,我还可以帮你去拿 哎,叶开不断打了他 这次他的确觉得很惊奇 上官小仙笑着说 怎么样,这个人是不是韩晶 叶开看得出这个人的避歌上面 还留下被他一拳打过的伤痕 上官小仙又问 他是不是还在生啊 韩晶当然还在生啦 上官小仙说 韩晶既然还在生 我就没有杀韩晶啦 这个道理就正如一加一等于 同样简单同样正确 上官小仙轻轻吐一口气 智智悠悠地说 现在你应该相信我没有杀了他了吧 叶开没有说话 他现在当然明白 死的那个人并不是韩晶 你懂得韩晶 我如果将一个人易容改办成他的样子 绝对门过你的 的确 世上并没有这么精妙的易容术 一个人如果真的能够改办成另外一个人 连他自己的亲人朋友都门到 这就没有易容术了 这就已经是神话奇迹 而且是很荒谬的神话 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奇迹 上官小仙说 但是那天晚刻 你看到的那个韩晶 他臉已经被人打烂了 所以才能门得到你 叶开子后苦笑 他苦笑就说 看来金钱帮的人才果然不少 的确不少 你先将一个人易容改办成韩晶 再打烂他的臉 叫他来握我 是韩晶自己动手打的 他的拳头也很硬 至少比我硬 但是我还是想不明白 怎么会有人帮你做这种事 熬了一餐毒打之后 还帮你去握人 你刚才在车厢里头出来的时候 有没有看见外面那些人 叶开眼睛头 只要我随便吩咐一声 无论什么事 他们都肯为我去做 等我们做完事之后 你还是一样要杀了他们 哼 我本来就有个心狠手辣的女人 那些人的性命对我来说 根本一文不值 他看着叶开 灵活的双眼又是露出一种很奇怪的表情 小声接着说 但是我对你 我对你怎么样 你自己的心应该知道 为了要令叶开相信 韩正是死在女敌剑下的 他不识去杀人 这阵为了要令叶开相信他没有杀韩正 他又不识令韩正再生丝丝出现 为了要令叶开相信韩正是朋友 他已经不知废了多少心血 但是现在他的一切心血 显然已经白费了 现在叶开当然知道 韩正亿的金钱帮的人 他们所做的一切 只不过要叶开答应他一件事 这件事究竟是什么事呢 叶开连想都不敢想 他知道无论什么稀奇古怪的事 上官小仙都能够想得出 上官小仙还在这里看着他 慢慢说 你只要答应我 留在这树 等你的伤口结了疤之后再走 就是这件事 就是这件事了 叶开又不敢打了个凸 上官小仙自己也承认 自己是个心狠手辣的女人 人家的性命在他眼里 根本是一文不值 他花了这么多心血 牺牲了这么多代价 为他只不过要叶开 答应他这样一件事 这件事非但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对叶开也只有好处啊 他算来算去 为他竟然不是自己而是叶开 叶开望着他 个心忽然勇起一种 他自己都无法了解的感情 我对人家虽然心狠手辣 但是我对你怎样 你自己的心应该明白 叶开一直不明白 就算明白也一直不能够相信 不愿意相信 至现在他已经不能够不相信了 上官小仙本来可以趁这个机会 用各种稀奇古怪的法子来折磨他 他望着叶开 双眼露出的那种情感 难道是真的吗 那至少有几分是真的 上官小仙的 上官小仙正在锤房里头帮我煮粥 是用人心炖的鸡粥 我本来想在粥里头加些人心的 但是我 叶开忽然想起了崔玉珍 想起崔玉珍为他炖的粥 崔玉珍的确是个善良可爱的女仔 但是他身世又偏偏这么悲惨 遭遇偏偏又这么不幸 现在他更加不知道遭遇到什么事了 还有叮咛临 现在他是不是已经恢复了神志呢 郭定是不是还在照顾着他呢 他现在在哪里呢 他如果知道自己一刀刺伤了叶开 他的痛苦一定比叶开的刀伤重要心 这些事都是叶开不想去想的 之后偏偏不能够不去想 但是他想了又能够怎样 他答应了上官小仙 他的伤势远比他想象中更加严重 刚才他一直鼓住一口气 一躺下才知道 刚才能够支持这么久 实在奇迹来 他不单止伤口痛 全身的筋骨都痛 又酸又痛 上官小仙绑着碗粥走进来 咽然一笑话 这些是我自己亲手做的 你试试怎样 哎呀他居然也会落厨房 居然也会顿粥 这样就真是怪事了 过两天 让你稍微好一点 我再落厨房炒几样菜给你吃 我保证 连红奔楼的大师傅 也没有我的手艺好 粥的滋味果然不错 叶开也实在饿了 上官小仙又笑着说 这些粥里头也有保药 咱们那种吃了就令人睡觉的保药 是真正的保药 他已经洗了脂粉 换上了一套很朴素的青薄衣裙 现在无论哪个看见他 都绝对不会相信 他就是金钱帮的帮主 更加不会相信 他是那种心狠手辣的女人 现在他就好像变成了 另外一个人一样 他从一个白痴变成了一个恶魔 你这一刻又变得 好像一个温柔白衣白顺的妻子 折剑而能干的主妇感 叶开望着他 现在连他都分不清 真正的上官小仙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或者每个人都是两种面目的 每个人都是善良的一面 也有邪恶的一面 连叶开自己都不例外 只不过他总是能够 将邪恶果面控制得好好而易 他是不是也能够 令上官小仙将邪恶的果面锁起来呢 他没有把握 但是他决心要试一试 上官小仙胃圆竹 正望着叶开大腿骨上面的箱 轻轻叹口气他说 哎呀 你的箱势真的不轻啊 看来女敌的手 简直就像铁打那样的 叶开虎笑话 不像是铁打的 手上绝对没有那么可怕的铁 哎呀 我本来的确想令你去找女敌 帮韩晶报仇的 我想要你帮我杀了他 现在少你探花 飞剑客和惊无名 虽然可能还在山 只已经绝对不会再过问 江湖中的事的了 这三个人已经不算是 真正活在红尘中的人 他们的行踪已经进入了神话 常官小仙说 除了他们三个人之外 这个世上真正能够威胁到我的人 也只有三个而已 叶开忍不住问了 哪三个呢 常官小仙眨眨眨眨眼 你猜一下呢 你当然也将我算在里面 你没有 叶开忍一忍忍不住问 哦 我难道不能够算是个高手吗 如果论武功 你当然是绝对的高手 如果论聪明机智 你绝对不让任何人叉 你的飞刀 以及小李飞刀之后 世上最可怕的一种武器 这些是老实说话 叶开从来都不打断人家的老实说话 更加不想打断人家 称赞他的说话 无论如何 被人赞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常官小仙说 但是你的心不够黑 手段也不够毒懒 你的飞刀出手 总是救人的时候多 杀人的时候少 所以我不能够威胁你了 上官小仙望着他 很温柔地说 我认为你不能够威胁我 最重要的还是因为 因为我们是朋友 我绝对不会真的伤害你的 我相信你仍不忍心伤害我 他双眼又温柔又真诚 无论谁说话的时候 都不会有这么真诚的眼神 叶开的心 忽然又会涌出一种 他自己都不想承认的感情 他立刻改变话题说 我既然不算 那么东海玉蕭 算不算其中一个呢 他不算 他也不算 三十年前 他已经列明在兵器谱中的前十名之内 现在又似乎入了魔教 他的武功当然可怕了 聪明而且冷酷无情 不算小仙手上的 他同情的并不是玉蕭导人 而是那些总是不肯承认自己的少女失去吸引力的老人 玉蕭不能够算 那郭定呢 郭定亦不能够算 哦 据我所知 他的剑法之高 已经不在当年松阳铁剑之下了 他的剑法 很可能在郭松阳之上 南公园已经算是武林中的一流剑客 知连他十招都接不住 什么果战你看见吗 当代武林高手的决战 我只要能够赶上 就绝对不会错过的 有时你甚至在场外偷偷地看 上官小仙依然一笑玩 他的出手威猛沉着 变化亦很快 几乎可以算是无懈可击 但是他的人亦有弱点 哦 他太多情了 叶汉不能够不承认 确定的确是个多情的人 他的外表看来虽然坚强而冷酷 其实是他的感情很丰富 很容易激动的人 有时甚至还有些多受善感 上官小仙说 多情的人就难免脆弱 一个人的本身如果很脆弱 无论他的剑法多么坚强 都不用怕他的 叶开叹口气 他想到了郭定 就想到了丁宁林 丁宁林单止多情 而且痴情 他不想再想下去了 那真诸成主呢 真诸成主兄妹 的确的确可以算得上是奇人 他们的剑法之旗 亦可以称为天下第一 你说是连珠四百九十剑 是啊 他们兄妹两个各自生聚意上 一个右臂比左臂长七寸 一个左臂比右臂长七寸 一个洗长剑 一个洗短剑 而且本来就是妈生兄妹 心意相通 联手攻敌 两个人就好像一个人一样 剑法施展开来 一前一后就好像忽然变成了四个人一样 听说他们的连珠四百九十剑 只要一发动 天下就没人能够破解到 哎呀 非但没有人能够破解到 而且世上也很少人能够接得住 他们四百九十剑 那他们算不算呢 他们也不算 叶开觉得很意外 什么 他们也不算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死了 各位 欲之后事如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